我们今天想跟大家再聊一聊这个昨天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也是应该是就是听起来非常不好 而且非常难过的事情 就是在这个阿富汗的喀布尔机场的这个有一个自杀式的这个袭击 然后呢导致了机场里面的这个有美军的这个伤亡啊 这个死亡也是有的啊 目前这个人数已经是比昨天报的报出的12人要多了 具体的数字我不是很清楚 所以我不能随便的给大家报 然后另外一处呢是发生在这个一个这个旅馆里的 也是自杀式的这个爆炸袭击 那么到目前我看到我们昨天的焦点播报已经跟大家说了 ISIS现在这个这个组织他们承认这个是他们做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恐怖组织大家都知道 所以对于这件事情现在目前有共和党人 对于不仅仅这个是因为拜登撤军导致了这件事情的发生 那么呢就是说现在有共和党的这个议员要求拜登为此而辞职 所以呢今天我们来和刘律师来聊一聊这个话 就是您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拜登会不会辞职 这件事情上拜登是不是要负责任 来问一下刘律师 太难你问了两个问题 第一那拜登会不会辞职 你觉得呢 不会啊肯定不会啊他肯定就是赖在上面 为了选上总统我把Will Smith死去的爷爷从坟墓里拖出来 拖了我一票 你觉得 优龙票如果不超过一千万张会将近一千万张 我呢要动员这一千万个 鬼魂 然后呢各种 龙珠会是吗 你觉得容易吗 对吧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 拜登可能呢也许觉得说我在选上总统是幽灵票 我辞职呢也辞了 不过是幽灵辞你没看到 是早上三点 已经被幽灵们投票把他辞退弹劾了 已经辞掉了 但是呢你看不到你不知道啊 对不对 所以我幽灵上幽灵辞 但是这件事情本身这件撤军这件事情 已经是不不管是对美国国内还是 美国的盟友都已经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而且基本上美国的信誉 应该诚信在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撤军当中 不能说近毁吧 但是也是这个遭到了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折损 所以刘律师 您本身对于拜登做出撤军这个方式吧 我们说撤军是一直有的这个提法 但是他现在做出的这样的一些计划来看的话 他是不是应该对这件事情要负一负上很大的责任 因为他没有计划好 我觉得拜登撤军 可能跟郑爽打官司是一样的 并有引擎 什么引擎 你为什么呢 就很简单 就是你想得到 你觉得为什么拜登想得到 对吧 拜登做了加入40年国会议员 对 对吧 他能动员1000万个幽灵出来投票 这种盖世高手 你怎么为什么觉得他想不到 那他是故意的吗 对不对 你又为什么你想啊 这个测学对吧 先测这个人 再测这个武器 然后第三次测学 那谁会想不到 我觉得只要你高中毕业都能想到 那是什么意思呢 刘律师 你觉得您从中看出了什么 有80%的人 读高中毕业的 但总统只有一个 为什么你觉得80%的人可以想到 只要你不是智商中能想到 为什么我们的总统想不到 为什么 你觉得为什么 但是我们先举例说明 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但是有一个新闻 说他武器没拿走 包括直升机等的 有个铃铛班 直升机什么的 什么开了 转了一圈又停下来 又不会开 就开测试了 在操场开了一圈 又没敢开出去 他的意思就是告诉你说 我们这个武器给你们 你又不会开的 是为了羞辱他们 刘律师你的意思是说 武器留在那里 是为了羞辱他们 是吗 对吧 说这个意思 他说你们连这个直升机都不会开 跟你们打仗 是这样的身份 哦 这是刘律师的解读 直升机是吗 对吧 对不对 对 什么又来了呢 为什么 刘律师为什么 这就为什么突然间 刘律师又出现了 这样的一个情况 刚才讲高春炉 现在讲一千万个幽灵 所以就今天状况不断 而且今天 今天是因为我们讲这个话题 太火爆 还是因为这个 这个我们的系统 对刘律师有意见 刘律师不行 你这个现在又开始 又开始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样 这样吧 那个您直接讲 您可以这个讲 讲您的观点 我们的声音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我们请导播 赶快来换一下 这个刘律师的照片在上面的话 我们可以这个来进行一些 这个这个改动 好不好 刘律师您请讲 请继续 对吧 然后第二个什么呢 就是说你不会开 你就是可能发生事故 对吧 你出个事故什么 你不想撞死一个 他觉得你看 对吧 我们不去胜利吗 你不想撞死一个 让你发生交通事故 如果呢 你不想撞死一个 就会再到一个 这个变化 这样 那是一个 这个变化 是這樣他其實所以現在感覺他趕快撤 那不然的話這個後果他講後果會很嚴重 那你覺得來得及嗎 現在來得及這個完全撤走嗎 我覺得完全撤走是來不及的 那怎麼辦呢 至少我覺得拜登的這個態度是希望盡早撤走 當然當然他恨不得一夜之間撤走 我覺得因為他撤軍正常撤軍在最後他撤軍再起 是這意思嗎 所以他是想撤走的 那問題就來了 就是問題是美國對阿富汗政策的這幾十年來 二十年來其實基本都是一致的 然後這二十年來因為之前拜登做副總統 拜登做了八年副總統 所以很多對阿富汗的政策就是拜登一手致敬的 可能拜登對阿富汗政策比川普更了解 至少之前當時的演變 對吧 是這意思嗎 是的 所以我覺得拜登他這麼做 他一定是六位贏器 絕對不可能說他想不到 真的嗎 因為為什麼呢 他不但這種嘗試對吧 先撤人再撤武器再撤軍 這當然沒有人會想不到 他絕對不是沒想到 他不但他自己是國會議員做了事實 對吧做了更正的話是對阿富汗政策 他可能是直接的最重要的制定政策的人之一 因為在歐巴馬時代做了八年的副總統 對 他會不會是故意製造 這麼一個局面 那你覺得他如果是他故意製造這個局面 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他會不會是對阿富汗政策的人 其他可能性 就是他向副總統上 这个也做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也太大了 而且牺牲也太大了吧 我们导播现在已经把这个 今天大家稍微凑合看一下 把刘律师的这个封辩的照片放在了我们的这个区域 因为实在是这个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出现了很鬼畜的这样的一幕 好 然后所以我再来问一下这个刘律师 因为现在目前的话这样的一个国际上 或者是国内的对这个撤军的这个声音 已经是非常的这个反感了 所以我们刚才在评论区也有网友说 说这个下一次的这个大选估计是共和党胜 或者是说我们说近一点的中期选举的这个部分 您认为是不是共和党是有可能会赢得多数的 我觉得这有帮助 但是呢我觉得拜登这个撤军搞了一条糊涂 我绝对不认为是拜登呢 是这个能力不够 哦 这比绝对是另有引擎 百分之一百的 那您觉得这个引擎像就是像您刚才说的 他就是希望要把这个贺锦丽推上位 是这意思 这是至少我目前我觉得一种可能性之一 但是你觉得你觉得他这样推上去 人家就是作为民众来说会会会答应吗 你拜不答应你要怎么进 你要怎么进 那他如果是要让贺锦丽上位的话 那他必须是被弹劾 死掉 然后或者是辞职这种 嗯 否则的话他要等到四年以后 三年以后吧 三年以后 他可能现在辞职 你觉得他有可能辞职 因为这个事情辞职 就是为了要让贺锦丽上位 我觉得至少目前我想到的可能性 但我是绝对不相信他忘了 他说哦 这个我忘了 我说错了 我本来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要先测人 结果我说人先测就绝对不可能 您认为他这个本身就是 对的 我绝对不相信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错误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个套路 好 嗯 了解了 所以就说这个是刘律师给大家的一个 这个分析 我不知道这个评论区的网友 就很简单就好像郑爽这么多钱 为什么找一个这么傻的律师 你想找都找不到 他不是 他是故意的 他是故意的 所以你不是不是郑爽傻 是你们认为郑爽傻的 是你们傻 嗯 这个道理 对 也有这个网友说 说这个拜登就不应该当总统 这个确实 当时我们之前都非常担心 他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状况问题 现在确实是看到了一些 不是 那刘律师有没有可能 他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 是处在他这个精神状态 不太好的时候 我觉得不是 你认为他还是有目的 作为一个老政客 他还是有目的的 我觉得这个背后 他要撤军怎么样 他背后都是看过无数式的会 不是他 这具体来说 其实包括什么国防部长 阿富汗的司令 什么联军司令 参谋总长 什么 什么中情局的局长 什么扎七扎八的 他这个每天会要看过无数式的 各种协调 各种安排 绝对不是说我忘了 哎忘了 昨天要把这包裹记掉 结果忘了 这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嗯 了解了 所以您觉得接下来 就是说这个阿富汗的撤军 这个会如常的进行吗 就是说我们会 因为拜登总统他说了 他说这个 我们会如常的这个进行 有一个问题 我这里突然想到 想问一下这个刘律师 就是说因为 昨天拜登总统开 开这个发布会的时候 他说我们会进行回 就是打击 就等于说是我们会 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 但是他说要看时间 而且呢 他也说到 我们知道是谁干的 所以我在这里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如果是按照 目前这样的一个说法的话 您觉得美国 呃在阿富汗这个地方 哪怕现在是 ISIS承认是他们干的 美国会做出什么动作 我觉得美国 至少目前不会有任何动作 那这个怎么样凭民愤 阿富汗撤军搞得鸡飞狗跳 那个美国的国际形象 不是说这个 你说你刚才说了 不是说全部毁灭 而受到重大影响 对 本确说是全部毁灭 就是说以后 那那以后就是等于说 在国际上也没有人会听美国的了 是的 这很简单的事情 你这么撤了 那些阿富汗帮助美国人的 那阿富汗怎么办 对 然后你让他们全死了 说到底这个意思 真的 就是把 就是背信弃义嘛 现在背信弃义这件事情 就是一直被拿来说 那 那刘先生 我就想问你 就是我们毕竟还是在美国呀 那你觉得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美国的一些声音 难道不能够被反映出来吗 反映出来你要怎么的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反映 我们现在说 这个背信弃义 这他不应该了 怎么这么干呢 弹劾他有没有可能 能不能因为这个弹劾他 这种可能性存在 我觉得他被弹劾的可能性不大 他自己辞职的可能性很大 他辞职的目的 就是为了让贺锦丽上位 我这是我能 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不能没有任何合理的 但是你要知道 现在这个事情已经这样了 贺锦丽上位他又能做什么呢 那是他上位顺理成章了 也就是说 我们也就是对于民主党来说 我扶持了一个女的第一任总统 就仅此而已 也不但是女的第一任总统 是因为有色人种的女性第一任总统 那我就 那我就想想想想请问您 就是说这个对于 美国当前的形势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对我们没有意义 对他们有意义 那这个 那我觉得我真是为我们美国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 为美国的未来 因为这个事情 大家其实在很多人就看 很多人看问题 就是看这个目前这一块 他看现在 他不看长远 就是说如果贺锦丽 现在成为美国总统 那么呢 他第二任 你还在吗 在我还在呢 我想我刚才我有问题 突然你也一下不见了 没有我现在是把 你看你现在可以看到我了吗 就是刚才接到刘律师担任 好您讲 所以如果贺锦丽呢 在拜登四年任期之内 贺锦丽成为美国总统 那么2024的时候 贺锦丽大概率会继续成为总统 民主党都已经执政成这个样子 难道您觉得人民还会投票给他吗 人民不投票 有幽灵票是吗 有幽灵票是吗 没错 然后这边我们有要说 这个川普就不会干这样的傻事 然后也有网友说 川普是将这个政治商业化 所做之事不一定对别国有益 但是一定对本国有好处 简单明了就是不吃亏 没错 其实这个也是 我不太愿意在节目中 表达我的这个一些观点看法 但是大家应该都看出来 我是什么样的一个立场 所以我觉得就说 对于美国本身来说的话 川普有很多的政策 是对美国有好处的 当然这个他在这个国际上的一些形象 这个我们就可能 肯定会是有一些这个不同的看法 但是他其实本身还是商人的头脑 一切以利益为重吧 我觉得如果是说你片面的来看的话 对于美国本身来说是好事 刘律师你也是这样认为吗 不是 不是来请讲 我觉得你有好处的从两个层面来说 一个从前来说 从前来说我觉得是的 但是从一个美国的国际社会的形象 对吧 正是中心 然后呢帮助落选 我觉得不是 那刘律师很多人都会 都会觉得就是说当下的美国 其实他的实力已经不如从前 虽然他还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但是他实力不如从前 所以在当前的目前目前的形势下 就是应该进行战略收缩 然后战略收缩以后 就是为了美国能够保存实力 或者是来增长实力 您觉得然后您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的这样的一种仗就像这个之前川普总统一直在退群 然后这个不愿意交会费之类的这种 您觉得这种是不应该的吗 对 是的 就是还是要有大国的风范 不是不是 实力两种 一种是硬实力 我有多少钱 我有多少枪 我多少个飞机 这是一个实力 第二个实力是软实力 是你这个形象 对 你在别人心目中的这种 这种 这种印象 对 是的 说话也没人听 对 说话也没人听 这个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你这个一分钱不想出 诸布格军查的跟人要钱 德国不给钱就撤军 那么这样的话呢 对于美国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来说 实际上呢 这个是伤害 不是帮助 没错 确实 作为大国是应该考虑 大国的这样的一些 基本的这个责任 这个是基本的责任 应该在的 好 所以这个其实 这个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然后呢 刘律师这个 今天这个状况频出 这个还是非常感谢大家 这个在 这个我们的直播间来 这个继续收看 收听这个刘律师的 节目的这个朋友 然后今天最后 刘律师有什么要 跟大家补充的吗 还是呢 这个老话 主持人可以帮我说一下 对 希望大家呢 其实可以呢 去领养一只流浪猫 或者一只流浪狗 因为呢 尤其是这种孤寡老人 对吧 其实呢 只要不跟子女坐在一起 每个老人都是孤寡老 是吧 因为这样的话 两个 第一 你有个伴 你人生就不再孤单 你去领导一个流浪猫也好 流浪狗也好 你没有在帮他 你再帮你自己 所以你问我们一句话 叫做 you want a relationship get a dog 这个道理 没错 所以就说你给他 这个你有 你有了一个伴 然后这个我们的这个流浪猫 流浪狗有了一个家 所以这个互相来说 都是非常好的事情 这是刘律师 每期节目都在最后 要跟大家分享了 也希望大家 如果是有这个爱心的话 也可以献出你的一份爱心 今天谢谢刘律师 来给我们分享 这两个话题 虽然状况频处 但是这个辛苦刘律师 我现在动得瑟瑟发抖 不知道为什么 刘律师保重 这个希望这个下周五 刘律师还会来到 还会继续出现在 我们的节目当中 所以大家想了解 更多的情况 下周五一定要来看 一周龙珠会 感谢你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这个感谢所有的 在线的网友 也谢谢大家 跟我们的分享 你的观点 我们的一周龙珠会 下个周五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